欢迎收看今天文倩的事业之报 待会我们在第二个小时 欧洲版的时候 为大家继续报道 现在本来以哈停止战火 就是我们所说的临时性的休战 为了交换人职 在今天早上完全破裂 在过去2014年 九次谈判停火 九次破裂 这一次情况也相同 现在的嘎咋又是一片黑暗 然后满空全部都是火箭导弹 在报道以哈战争之前 我们先来看全世界 两大主要霸权 在拜协会之后 各方的评估 这里头跟台湾息息相关 加上季辛吉这位100岁 20世纪最好的镜头脑 他主导了20世纪的冷战的格局 他到100岁的时刻 仍然拜访了15个国家 到处奔波 提出来他对现在市局的隐忧 我们从这个角度 也来看台湾 在这样的一个美中冲突里头 还有亚洲其他国家 所面临的可能 没有像外界所讲的 那么大的危机 但也不见得完全没有危机 最近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期刊里头 发表了两篇文章 一篇文章来自于中国 我们称之为歌派 他是中国北京大学 国际战略研究院的院长 王契斯 也就是说他有一定的地位 另外一篇文章呢 是美国保守派的智库 他是哈村研究所的学者张力 那么张力本身呢 是美国很著名的鹰派的学者 鹰派跟歌派 对于美中关系的看法 不太相同 那么在拜协会之后呢 外面的看法是 外界普遍的看法是 美中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 冲突可能性几乎没有 而不管拜登 有多少对于Rising China的 China Hatred 就是我们讲的中国仇恨 他都了解 作为一个长时间 过去在参议院都是外交委员会 甚至当然是主席的拜登 很了解他必须和中国 在某些部分里头 在全世界又有俄乌战争 又有以哈战争情况里头 达成一定的和解 这里不能够再出事 所以两个人呢 不是朋友 却像朋友一样的 在戏谷花园里头散步 而这个散步 很多人说它没有意义 很多人说它有意义 如果根据民调来讲 到目前为止超过半数的美国人 仍然视中国为最大的威胁 可是在拜协会之后 巴林政府对于电动汽车 补贴的最新规定里头 它为中国的供应店提供了一定的余地 于是我们看到巴林政府 对于中国即使是在电动汽车的电池 被认为非常重要的 虽然不是像半导体那么重要的 high end那么高的科技 可是仍然在电池部分 仍然提供了一定的一个余地 在我刚刚所讲的这两篇文章里头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美国鹰派的观点 鹰派的观点大家都很熟了 可是很少人了解 中国真正在思考什么 我在过去一些重要的 影响场合的时候 我们常常说 在一场军事战略里头 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百胜 而外国很多人 都是从他自己内心 对中国的观察 他内心对中国的情绪 或者他的意识形态 去了解中国 而没有从中国自己本身的角度 来了解中国 在这一次 刊登在Foreign Policy这篇文章 一直就显得很难得 因为它来自于中国非常重要的 北京大学的国际战略研究院的院长 另外一方面呢 他提出的几个观点 很值得重视 为大家整理一下 第一个 他认为整个中国 早在1990年之后 尤其是天安门事件 到了1994年 克林顿总统给予美国 一个完全新的美中战略 也就是让中国呢 拥有最后国待遇 不是WTO 最后国待遇之后 才有WTO 那当他同意 中国拥有最后国待遇 再可以加入WTO 这整个过程当中 已经把中国不管是金融 不管是供应链都纳入了全球的体系里头 所以他的看法说 在这样的局势里头 我们的现在当下 远比美苏对抗时候的新冷战 那个冷战状况里头的 我们称为现在叫新冷战 那时候的冷战 现在的状况 他不能称之为叫新冷战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根本不可能爆发那么激烈的冲突 首先中国没有兴趣输出共产主义 他只想壮大自己的经济 中国唯一的目标 他到东盟去投资 他们称为东协叫东盟 他到哪里去投资 都不是输出他的共产主义 这跟苏联时期不一样 他去那里干什么 他投资他的基础建设 取得他所需要的矿产 然后回过头来 要壮大中国的经济 所以中国梦的内容是什么 不是共产主义的梦 中国梦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鸦片战争 1840年以后 被打在地上的中国 后来成为19世纪的时候 全世界最贫穷的中国 他们希望那样的一个中国 可以崛起 而中国正在崛起的路上 在崛起的路上里头 他们很了解 他们跟全球的金融体系 跟供应链的息息相关 如果中国跟这样的一个供应链 跟这样的一个金融体系 冲突的时刻 完全防害了中国最大的梦 那就是让中国崛起 这个是这篇文章 刊登在Foreign Policy 美国最著名的外交期刊之一 所写的文章 是由北京大学 国际战略研究院的院长 王契斯所写的 而John Lee 作为哈森研究所的学者 他作为一个鹰派的学者 他所写的文章 就很代表传统的鹰派 他认为这里还是可能爆发冷战 或者热战的可能性 可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他说华府自从冷战结束以后 都是以经贸为诱因 希望别人能够来参与 而现在在阿富汗战争之后 华府基本上没有兴趣参与战争 所以盟国必须要充实自己的军备 这句话很重要 就是说他虽然是鹰派 他认为在整个亚洲地区里头 还是会爆发新冷战 而且甚至演变成热战 但即使演变成热战 美军未必会参与 你们每一个盟国 自己本身要充实自身的军备 而这些盟友也必须 更清楚地选边战 那作为鹰派的 他叫人家选边战 这个并不稀奇 因为他从华府的角度来讲 华府就是全世界 大家都要听我的 但是当他说出 这些盟国都要自己自备 他自己的军备能力 这句话 其实某个程度 台湾作为美国的盟友 打仗 你自己要有一定的军备 你不要一直吸汗 美国完全地保护你 你什么事都不用做 甚至你必须自己 对抗中国的侵略 如果有热战的话 必须对抗到 可能长达90天 如果按照五角大夏 所委托的 Rent Corporation 做出来的报告 那么这次 整个哈森 这位研究所的张力 又写了类似的一个观点 但他的观点 是很传统的 而且很常见的 一派观点 只是他是很少见的 第一次写出来 你们自己要靠 自己打仗 拜登能不能信任习近平 北京能不能信任华府 美国是否可以信任中国 这三个问题或许是此刻 全球战略舞台上最关键 也最显著的三个问号 美国总统拜登 在APEC场边峰会之后 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 给了一个看似圆滑 但或许也是长期 经营国际事务 教授过无数国家领袖的拜登 从心底浮现 最直觉也最诚实的答案 说到底信任的基础 在于持续的沟通 长期的交流 没有沟通与交流 对上再多的信任 也只是口惠而不识 回顾2015年 习近平赴美进行博士访问 也曾亲口答应 当时的美国总统欧巴马 不会在南海进行军事化 然而事后的卫星空拍照片上 却清楚浮现出岛礁基地 和战机跑道的轮廓 证明了习的承诺 只是虚晃一招 根本无意兑现 又过了那次的经验 照理说美方应该抱持更多的戒心 然而在旧金山近郊的美中峰会场地 菲洛里庄园 当拜登对媒体转述 他从习近平口中获得的承诺时 却依旧迎来了华府政坛一片掌声 认为这场会谈 是美方外交上的一次胜利 就其原因除了各界期待不高 会前美中关系几乎已至谷底 光是笑脸迎人就已值得 耳手称轻之外 另一个重要原因 则是一年多来美方最关切 攸关美中互信重建的军事联系机制 终于在关闭一年多之后 迎来北京的善意回应 同意恢复两军将领直面沟通 也认为这些论检论的论检论 从G20的G20在Bali一年多前 但有没有开放的线 的关系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但你必须要开放的 因为他们完全关闭了 frankly, after the Taiwan visit 你对了一个很棒的 和是正确的关系 和这些关系的关系 那是真正的线 我们想要开放的 因為當你看在印度派對抗的緊張 特別是台灣的緊張 它是在軍事中 在危險的確是最大問題的 一年以來 華富與北京交涉時 念資在資的熱線機制 是美國從上一場冷戰過程中 學到了重要教訓 1962年美蘇之間 為了距離美國本土 遲遲遲遙的古巴島上 打算部署蘇聯飛彈 引發雙方的核武對峙 驚出全球世人一身冷汗 從此 雙方領導人 為了避免日後再次發生類似狀況 設立了兩大霸權領導人 彼此直通的電話專線 以確保核彈毀滅的人類浩劫 不至因為找不到人 一念之差而出發 此一熱線機制的重建 並不只是美方高層的一廂情願 包括中國內部的鴿派聲音 也同意高層聯繫溝通 是美中和平共存的必要條件 中國知名戰略研究學者王吉斯 最近在一篇 美國外交事務期刊上的投書中 就直指中美軍事熱線 是防止美中爆發新冷戰 甚至是熱戰的必備保險機制 而拜登與習近平 願意在APEC場邊峰會上 跨出這一步 象徵著世界又往戰爭的深淵 挪開了一小步 Making the downside risks much less likely is an achievement of itself That's what the administration called building guardrails and I think now we have some fashion of guardrails in place even though of course we could still drive off the road into problems but I think we ought to welcome the progress that's been made that was reflected in the meeting 中國學者王吉斯認為 上一個世紀末的全球化 是舊冷戰終結 推升中國崛起的關鍵因素 而到了21世紀 歷史風向批變 反全球化與美中脱鉤 恐將又成為掀起對立 點燃新冷戰的幕後推手 展望APEC峰會後的美中關係 外界多認為霸權對抗框架未變 雙方只是穩住了現況 而兩國之間未來如何走下去 人將取決於自家領導人和雙方朝野 如何處理和引導 這兩個霸權之間 亦敵亦友亦盡亦和 違哲而不能引戰 合作又不能低頭的高難度外交走鋼索 況且即便是窄人為 但在國際大事高度不安定 多區列強蠢蠢欲動的敏感時刻 任何一場新的區域衝突 都可能推翻所有的營營準備 迫使各國主使者見招拆招 寧神應對這個山雲欲來的大動盪 待會兒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